我从国企辞职 创办书法工作室已经有八年了 笔尖流动 向生活 快而有序 宴台敦厚 四人心 天性端正 练书法 是生活的误导 我叫九度 欢迎来到九度邀你聊艺术 共同探索传统文化 与我们的品系 如果让你选择这一支毛笔 作为你练习书法的开始 这就意味着 你可以享受最好的笔墨纸页 最好的字体 但作为代价 你的书法水平将永远不再进步 还有一种选择 你可以选择这样一支毛笔 开始练书法 这就意味着 你永远会用最差的笔墨纸页 和最差的字体 但是你的书法水平将不断提高 你会选择哪一支 天天写 天天练 你总能写出一副比较好看的字 你在自己写的时候 你得知道 你掌握了这个正确的方法 就像摄影一样 你得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你得保证是正确的 剩下的就是练习的问题了 刚刚写的一样 那你的手不挺喜欢吗 就是要做到手 手鼻子咽 唯心左右 就是靠一个练 在正确的基础上 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你要是把这个心态放屏 放近 不要说为了追求什么 太过于去追求什么 你去写这次 如果这样的话 你心里面比较杂的话 我觉得 肯定写出好色了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 一起进步 一起成长 看到自己的变化 这一点是特别 就是说你不管是从心理啊 或者是从整个其他外观的一个调整来讲 都有挺好的一个收获 一个老师会比较重要 可能就是一个是启蒙 第二个就是说 你跟着他去学习的话 这个老师是否是真的是适合你的 他的跟你的教学 或者是说是对你的指导 这个还是蛮重要的 这两天看到一个聊摄影的一个视频 他说 学习摄影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这些器材吗 是我的镜头有多好 镜头有多丰富吗 一定不是的 让我突然想起 其实学书法一样 所以说我在课上 问了我的学生这么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学习书法 什么是最重要的 他们的回答我觉得都对 他说有笔法 有学习环境 有我对于书法的学习态度 还有我学习书法为了快乐 那么等等 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些都重要 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 一定是我们的眼光 不是我眼睛看了清楚 看不清楚 一定是我们的眼光 还有我们的修养 这个是学习书法最重要的 因为它其实是整个艺术作品 最有价值的东西 你通过这样的学习 影响了你的品位 上升到格调 影响你的价值观 最后通过艺术作品 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表达 那么相比之前说的 可以在短时间内 用一些经济能力 去把它达到 去把它实现的 对吧 唯独眼光跟修养 你要慢慢来 所以你会发现 古人说的话是 近来来看是非常有道理的 取法乎上 学习书法 不要从唐代人以下的 开始入门 这一个我要解释一下 不是说明代清代人的 书法作品不好 好的 我也学 但是不能作为入门 就好比罗永浩 再比如说现在 B站红火的 罗祥罗律师 他们用这种深入 浅出的方式 来跟大家交流 当你喜欢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去学 它的表面 你不要去学 罗祥罗律师是怎么说的 今天张三 学习书法 觉得不好 被我批评了 所以说他怎么样 他有没有 够不够成什么 千万不要去学 这个表面的东西 你要去学 它的运营团队的一个思维逻辑 还有这个人本身的知识结构 是非常强大的 你要去学这个东西 如果你一直走他的 就像七百十一句话 很经典 学我走 如何提高我们的审美呢 比如说你可以多去看博物馆 看名声古迹 然后去看一些经典的书 你一定要去看筛选过的东西 你们时间有限 现在新的东西太多了 当然有好又坏 你没有办法区分的 所以要去看一些经典论述 那么还有什么方法呢 当然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最近在采访一些老师 以我学习书法 了解传统文化为这么一个核心 去向他们了解 什么东西是对的 是好的 把我们的眼光给提高上去 那么最终呢 一定是梅花相自 苦汉来 修行 吃苦 毕竟磨难 都是要靠你们自己的 好吧 我会跟你们一起前进 最后要记得关注我们公众号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这个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